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Leo 臥推是我最喜歡的訓練動作之一 那今天的影片就來跟大家介紹臥推的輔助訓練 那我們開始吧 臥推屬於建立三項的多關節運動之一 主動肌群為 胸大肌、前三角肌和三頭肌 傑抗肌群主要為背闊肌 所以我就圍繞以上這些肌群來安排輔助訓練 而且這些輔助訓練的選擇上 以越接近原本的動作模式 越能幫助自己主項目的成長 在臥推訓練之前 我會做啞鈴飛鳥來當作暖身與胸部的激活動作 我會以輕重量做兩組 每組大概15下 第一個動作是暫停臥推 暫停臥推就是把槓鈴停在胸口1-2秒後再往上推 暫停臥推訓練的目的就是切斷臥推過程中的千張反射 很多人握推失敗的時候 是在槓子碰到胸口後就失去張力 導致在往上推的時候難度大增 所以暫停握推可以幫助你訓練 握推過程中的張力維持 跟從底部推起槓鈴時的爆發力 第二個動作是槓鈴肩推 很多力量課表已經把戰力肩推當作主要訓練項目了 但這個動作很考驗核心穩定和肩膀的活動度 如果肩膀的活動度比較不足 則可以用啞鈴來訓練 如果核心肌群比較不穩定 則可以坐在bench上以坐姿來進行這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是載握推 握推的握距越窄 三頭肌的參與會越多 很多人握推都在最後一段 手肘要打直的時候失敗 而這一段幾乎都是由三頭肌來主導 握推的握距呢 大約比自己常規訓練時的握距還要載就可以了 第四個動作是JM Press JM Press就是載握推的變形 握距大概與肩同寬 讓槓鈴在上胸附近直上直下 這個動作比載握推更能夠專注在三頭肌的發力 但這個動作的危險性比較高 所以可以用啞鈴或空槓開始慢慢控制 當然你也可以用史密斯器材來操作這個動作 第五個動作是使波多握推 使波多握推就是槓鈴不碰到胸的暫停握推 將槓鈴下降到距離胸部3-5公分的地方 暫停後再往上推 這個地方是最容易失敗的黏制點 和胸口的距離可以由你握推 時常在距離胸口多高時失敗來決定 第六個動作是地板握推 很多人握推失敗都是手肘從90度準備打直這段失敗 地板握推剛好可以訓練這一段 再加上地板握推還可以切斷下半身的連結 讓你更專注在握推的後半段 在地板握推裡面會有更多的胸大肌內側和三頭肌的參與 在握推的底部需要背肌來支撐穩定 所以背部的訓練對握推的成績也很有幫助 這個動作可以自行調整身體和地板的角度 來增加訓練的難度 一般來說我會在訓練背部之前先訓練幾組 反向划船作為背部動作的暖身 跟反向划船一樣是訓練背肌的動作 很多人在做划船的時候都只用到手的力量來做 常常背沒痠手就先痠了 在訓練背肌的時候可以把手當成鉤子 用挺胸的方式來進行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感受度 彈力帶的好處就是越長張力越大 握推在底部的時候需要背部大量的張力來支撐穩定 所以彈力帶划船也很適合作為握推的輔助項目 如果握推是在最後手肘打直這段力量不夠 那彈力帶下拉就是個很適合你的輔助項目 彈力帶的好處就是可以自行調整長度來調整難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了喔 希望對你有幫助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追蹤我的IG 分享並訂閱我的頻道 健身溜起來 掰掰 掰掰